你好我是詹尼堅的主題是 開季是隻最讓人感到驚喜的球隊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1 1月11號 NBA開打到現在 各隊進行了大約10場比賽左右 本季立競賽預計是打72場 所以賽季其實才剛開始 簡單來說現在戰績不好的球隊 不代表未來打不進季後賽 現在戰績好的球隊 也不一定可以維持到球季末 但即便是如此 有幾隻球隊在開季的表現 讓我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為這幾隻球的一般預期 都是各分區 戰績有可能會是店裡的球隊 可是開季到目前為止 這些球隊目前戰績都保持在五層的勝率 這四隻球隊的分別是 尼克、黃蜂、騎士跟雷霆隊 對比之下以上這些球隊的球迷 當然不如勇士、胡仁、綠山軍等球隊來得多 但今天我們還是要來聊聊這四隻球隊的狀況 因為我個人認為這四隻球隊真的打得不錯 先來看尼克的部分 我們常常開玩笑說 尼克是很想花錢找明星球員 可是沒有明星球員想要去 這是一種有錢沒地方花的概念 球季出各方預期 尼克在東區戰績應該是後端班的球隊 可是目前戰績是無勝無敗 真的看到陽光跟希望的隊吧 對戰組合的部分請球迷自己看 這個部分只是參考用 尼克在本季將總教練換成了Town Thibode 秀賽季不敬了Austin Rivers、Brux跟Noel 新秀方面則是有B Topping跟Quickly 本季尼克隊最成功的地方是防守 目前常軍105分 這是聯盟第三名的成績 第一名是騎士隊的103分 另外聯盟目前常軍出手次數為88.6次 當然尼克常軍出手次數為85.6 騎士為87.3 黃蜂為87.6 雷霆更是只有85次 所以這四支球隊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那就是場上節奏相對來說是比較慢的 另外尼克本季有一個數據是非常驕傲的 也就是讓對手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3x01 這是聯盟最好的數據 本季聯盟三分球命中率平均為3x67 我們可以發現尼克、黃蜂、雷霆這三支球隊 讓對手的三分球命中率都不到聯盟平均水準 另外雷霆一場球只讓對手投進10.6顆三分球 更是聯盟第二名的數字 這些數字都告訴我們 為什麼這幾支球隊的戰績目前可以維持在5成 簡單的說他們的防守都不錯 本季尼克最關鍵的球員絕對是Julis Randall 不但常軍可以送出20加10 另外一場比賽可以有7個助攻 這個助攻數不但是他生涯新高 而且跟上個賽季相比 成長了兩倍以上 本季Julis Randall就是尼克正中的控球前鋒 實際上他本身就是打地位的球員 可是今年多了更多的高位側印 這跟他投籃進步有直接的關係 本季他的中距離出手佔比接近3成 這是生涯新高的數據 更重要的是本季他還多了三分球的能力 三分球命中率3x64也是生涯新高 所以他可以在擋人之後往外拉頭3分 也可以下滑至低位 用他的盾位得分 今年他的改變對尼克來說當然是好消息 尼克在場上的配置其實也很簡單 中鋒就是以護黃個籃板為主的 Mitchell Robinson 本季雖然只有8分8個籃板 可是火鍋跟超球數都超過一次 3號位是放防守能力不錯的老匠 Ritch Block 2號位是未來的核心球員 RJ Barrick 1號位是Payton 這裡要注意的是Payton 他生涯出攻速超過6次 過去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3分球命中率不穩定 可是本季到目前為止 3分球命中率是3x5 可不可以保持下去呢? 不知道 可是他的外線只要是穩定的 他會是一名非常稱職的1號位球員 板凳上有Austin Rivers這位老匠 比較可惜的是 另一位搶分高手Bucks目前是受傷的 本季上比賽場均得分是20分 另外OB Topping目前也是受傷的 這支球隊目前在Town Thibodeau的調整下 我個人認為場上分工的比較清楚 有角色性球員 比方說Mitchell Robinson跟Richard Block 另外也有主要得分手 比方說Joris Randall跟RJ Barrick 但實際上RJ Barrick到目前為止的 頭籃命中率不到4成 3分球命中率不到3成 所以他能不能更有效率 當然是球迷可以關注的 未來這支球隊如果想要衝擊季候賽 可能要增加替補戰力 因為Joris Randall跟RJ Barrick 場均上的時間都超過36分鐘 另外Danny Smith Jr到底會不會 繼續留在尼克隊 這都是球技中球迷可以關注的部分 接著來看我個人相當期待的黃蜂隊 聊到黃蜂一定要先聊星海哥 因為休賽季1.2億的合約 是非常多人關注的 本季星海哥的殘均可以貢獻 21.4分 5.4籃板4.1助攻 打出這樣的數據之後 開個玩笑說Michael Jordan 應該可以表示不要再質疑我的眼光了 不過星海哥的部分當然還是要保持健康 另外後場的Terry Rozier 打出生涯代表年 場均20.3分是生涯新高的數據 更重要的是投籃命中率 跟三分球的命中率都是生涯新高 這才是最關鍵的部分 我個人相當喜歡的Devontae Grant 本季投籃命中率跟三分球的命中率都非常不理想 他的狀況如果可以調整回來 黃蜂場上的得分點會更足夠 今年的新秀三球 在昨天成為MBA歷史上最年輕拿到大三元成績單的球員 他在開季的強勢表現 彌補了Devontae Grant的低迷 本季三球場均有12.8分、6.3籃板、5.9出攻、1.5超球 所以黃蜂的後場在Terry Rozier、Devontae Grant 跟三球都可以保持健康的情況下 戰力就一定足夠 目前看起來球隊34號位冷守也是足夠的 主要是因為星海哥打得太好了 這也讓PJ Washington的出手次數比上個賽季更少 一場球只出手9次 另外球隊中還有Miles Bridges 對黃蜂來說好消息是這三名主要的封線球員 都有三分球的能力 這也符合目前NBA的主流球風 接下來看的就是Miles Bridges 跟PJ Washington的防守能力可不可以更進步 因為目前NBA的封線戰力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這支球隊的先發中鋒Cody Zider是受傷的 這也讓Bionbo有了更多的上場機會 目前場均8分、7籃板、2助攻、1火鍋 這當然是近年來表現最好的數據 否則他快要被遺忘了 他跟尼克隊的Mitchell Robinson 在場上作用其實有點像 直白說不佔球權 在場上就是以防守跟籃板為主 我自己的看法 黃蜂目前1-4號位的戰力算是完整的 但如果球技中球隊可以再補1-2名老將 對戰力是更加分的 進區的部分可能就要等Cody Zider回來了 目前看起來球技初 牽辛凱哥來帶這票年輕的球員 這個部分是成功的 希望他可以保持下去 接著來聊騎士隊 騎士今年最大的改變是讓Carlin Saxton作為攻擊手 更簡單的說 組織的部分交給Garlane 本季Carlin Saxton在中距離的出手佔比比上個賽季來得高 另外3分球佔比則是生涯最低的數據 目前他的投籃命中率跟3分球命中率都超過5成 能不能保持下去當然要觀察 可是他開季連續8場比賽得分20加 這也打破了皇上在騎士隊的紀錄 目前場均得分為25分 開季打得非常強勢 另外小男士在本季多了非常多高位測贏的動作 這也讓他場均送出生涯新高的4次助攻 而且本季小男士3分球命中率超過4成 所以擋拆之後戰術就可以更多元了 禁區門神抓猛哥的數據依然亮眼 17分15籃板兩助攻一火鍋一抄球 這裡要注意的是他目前是聯盟中百回合 防守效率最好的球員 只有93.4 賽季前他表示 教練希望他去爭奪年度最佳防守球員 目前看起來他確實有往這個方向在努力 接著就要看能不能保持下去 目前騎士隊可不可以更好的關鍵 應該是在缺掉奧斯曼身上 開季到目前為止 頭來命中率跟3分球命中率都不到3成5 可是他是騎士陣中非常重要的風險球員 他只要可以打得更穩定 場上得分點才會更足夠 艾神如果受傷回來之後 對禁區戰力當然有幫助 可是在小男士本季打這麼好的情況下 應該要多用年輕的小男士 因為他才有可能會是球隊的未來核心 另外高雷目前才第二個賽季 可是他已經是球隊的助攻王了 他的部分要保持下去 這樣卡琳·薩斯坦才可以專注在得分上 另外青年玄境達科羅甚至是達克森 除了得分之外 是不是可以在防守端上貢獻更多 這都是騎士隊能不能走更遠的關鍵 最後來聊雷廳隊開個玩笑說 這支球隊不是要重建嗎? 可是開季戰績是5勝4敗 這是要重建的節奏嗎? 雷廷總管Sam Priestty現在的想法 應該有點複雜對吧? 在克里斯坡轉到太陽之後 SGA當然成為了新雷神 實際上場軍21分跟上個賽季差不多 可是他的進步是在組織方面 本季場軍6.8助攻 這是生涯新高的數據 更簡單的說 SGA本季的工作是在串聯整支球隊的攻勢 雷廷隊是一支戰力相當平均的球隊 陣中有7名球員得分上雙 另外這支球隊雖然走了Chris Paul這位指揮官 可是包括George Hill跟Hoffer 也都是相當有經驗的球員 團隊戰力平均再加上防守能力出色 雷廷在開季的表現確實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支球隊未來可不可以更好的關鍵球員 我個人認為是Baisley 目前他的團隊命中率跟3分球命中率都不理想 其中特別是3分球命中率 未來他只要可以保持在3x7左右 這樣場上空間才可以拉得更開 另外後場體能相當勁爆的Dialo 他的狀況也是如此 雖然團隊命中率有超過5成 但基本上他是沒有外線能力的 目前當BA沒有外線能力是非常吃虧的 他目前才22歲 什麼時候可以開發出3分球能力 是球迷可以關注的 這兩名球員百回合防守的效率 都在球隊的前段班 所以一旦他們開發出外線能力 球隊戰力會大幅提升 另外這支球隊的Pokuzhevsky 跟Martin都還不滿20歲 一位是70的常人 一位是後場球員 這兩名球員也是球迷可以關注的 整個來看雷廷隊在George Hill 跟Hoffer兩位老將加入之後 搭配上SGA、DOT、Bazley 整體戰力是相當平均的 再加上上個賽季球隊 又打進季後賽 這對年輕的球員來說 在經驗上當然是更加分 不過雷廷技中也許會有動作 因為George Hill跟Hoffer這兩位 經驗相當豐富的球員 對某些想要拼總冠軍的球隊來說 可能會賭看看 但在此之前 這些年輕的球員 可以在他們身上學到多少東西 就非常關鍵了 最後聊一下馬刺隊 實際上馬刺只要DDR 跟Lamakos Aldrich沒有被交易 其實馬刺就保有一定的戰力 所以馬刺目前五勝五敗的戰機 我自己並不會太意外 簡單來說 馬刺的部分還是要看球技中 有沒有交易的動作 實際上賽季還很漫長 未來是不是還有其他球隊 也會打出讓你驚喜的部分呢? 喜歡咱們一起看下去吧 好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就出囉 這樣下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個事實的鼓勵 更重要是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佳琳 我們再次見 掰掰 請按照片 不會maan 不可以 在旁邊 開啟小鈴鐺 也會有 成功 在旁邊 貞查 疯 敢 flooded